10月啤酒節,就三繼續寒熱 什麼是前領營馬,紅禮賢親自講解 你會逼嗎?我故意銷那件燈彈 千萬別走音,但為何你這麼長口 是呀,我在廠裡找到新的燈彈 是否煲胎說那隻省電膽呢? 是一個好環保的,即是水人保留時 省什麼電,一整八鍋 我要發揮一個德國傳統的美妝 才可以去到星期三的派對 如果這個派對不夠勁的話,怎知道我這麼漂亮 去什麼派對?有沒有我的份? 至不是跑馬地馬場10月啤酒節的盛大派對 接下來星期三將會繼續舉行第二回合 現場會繼續養的轉分國傳統節日氣氛 我到時一定要品嘗所有德國美食和啤酒 再玩敬飲龍虎港,居樹劈目 舉杯耐力戰這些刺激的現場遊戲 到時大家要記住跟我一起玩盡它 嘩,燈彈真的挺光亮的 不夠你光 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現在做了我和資深平馬人和米營之間的電燈彈 什麼呀?人家說解? 前領營馬這個馬場術語 這樣都說我做電燈彈 你們有什麼關係? 哦,親戚,有親戚關係 沒有,不是,不是,不是 是小粉絲和偶像的關係 你不要在這裡妨礙我聽她說解 嘩嘩嘩嘩嘩嘩嘩 一定是親戚的 嘩嘩嘩嘩嘩嘩嘩 當然她有前置型馬發的馬 前置型顧名思義就是擺在前面走 這些馬通常的性能都是比較均衝 要擺在前面走,放順了 善意會發揮得最好 而擺在前面走的馬或者 都會是性格始然 因為有些馬就不喜歡跟著人去跑 要自己擺在前面 它才能發揮到它應該有的能力 大家好,今集Raising Fantasy 又和我Pika和大家主持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一種美食 正好大家開派對用 我要介紹的就是德國香腸 入口皮脆肉香用來送啤酒就最適合了 接下來星期三的十月啤酒節 大家到時記得吃多點喝多點 而且到時有八場的精彩夜菜上演 不知道媽媽又有什麼心水呢 大摩的鹿鹿精英 上次在CXL的百萬超級杯 拿到六分 今次我一定支持她 KIM! 嘩嘩,嘩嘩不穿多,是不是燒了 我一會兒完廠 還要回去做星期三晚夜菜的功課 難道我真的要等過一百元現金券 來買省電膽 你什麼膽都不用買了 不過看星期二晚上 11點50分的環境超勝片就可以了 下集見,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